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龄81岁的拜登 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高龄的在位总统 他的健康检查的结果公布之后 相关细节会受到各界密切的关注 而拜登的医师则指出 81岁的拜登仍然适合履行职责 没有新的健康疑虑 这是美国大选前的最后一次总统的健康检查 而拜登高龄竞选成为这一次选举的主要议题 在数个礼拜前 特别检察官的一份调查报告 把拜登描述为一名年迈健忘的老先生 华盛顿郊区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 公布了外界等待已久的年度健康检查报告 那么报告当中 他的白宫医师指出 拜登仍然适合履行职务 而且充分履行他所有的职责 没有任何豁免或者通融 报告也显示 拜登身体方面有些轻微的问题 包括了脊椎磨损 导致走路变得僵硬 但是和去年相差无几 今年11月 美国就要举行大选了 到时候 拜登可能就要和现年77岁的前美国总统川普再次对决 那么拜登也开过玩笑 说唯一让人担心的就是 医生认为他看起来太年轻了 那么在现在 拜登例行检查出炉之际 选民也对于这位领袖的年纪一发感到忧心 如果他连任总统 但任期结束的时候可就高龄86岁了 检查报告里面的细节是外界现在非常非常在关注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个是华盛顿的消息 美国联邦参议院共和党的领袖麦康奈 在昨天表示 今年他就要卸下职务 高龄82岁的麦康奈是美国史上任职最久的参议院领袖 但是他频频在公开场合谎神 也让人忧心他的健康状况 麦康奈在参议院宣布请此时雨带哽咽 与毕时共和民主两党议员都为他起立鼓掌 在现在去年底8月底麦康奈就曾经在公开场合上 突然僵住不动谎神 超过了30秒 麦康奈是在2007年开始担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 到目前为止这个职位他出任长达17年 他也是美国史上任职最久的参议院领袖 接着我们再看拜登政府就在昨天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 基于国安考量将禁止基因组等数据 流向中国还有俄罗斯等国家 用以保护美国人的个资 那么这个命令将限制资料仲介商等机构 向特定有盈律国家大规模传输美国公民的地理位置 生物特征 健康和财务资料 这个对象包括了中国 俄罗斯 伊朗 北韩 古巴 还有委内瑞拉等国家 这项行政命令禁止将任何数据的基因组织 的数据传输到有一律国家 这似乎也是针对BGI 华大基因等中国基因公司 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的官员哈洛则说 这是白宫的因应方式 针对一系列非常具体聚焦中俄的安全威胁 包括了华大基因等基因组公司构成的威胁在内 在这里也看到美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 在日前的文件当中说 这个月收到了美国SAC证券管理委员会的传票 要求他提供对某些中国客户的出货资料 应用材料在这个月收到的是 麻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传票 要求他提供某些关于联邦奖励申请的资料 那么应用材料的股价就在昨天 这个交易时段下跌了1.8% 接着看到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 在昨天公布针对24个民主国家的调查 显示是民主制度仍然还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治理体制 但是人们对它的运作方式则是持批评的态度 在皮尤的调查发现 进行调查的24个国家当中 平均77%的人认为代义民主 我们又称它为间接民主是良好的政府制度 而且还优于其他的替代体制 那么皮尤研究中心国际态度趋势的研究主任则说 人们还是喜欢代义民主 那么他不过呢喜欢归喜欢 还是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到 就算喜欢这个代义民主 但是人们对他的施行还是感到不满意的 好 接着我们继续看到的这是科技相关的 苹果公司的执行长Cook昨天就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 苹果计划在今年稍晚公布更多关于 是用生成式人工智慧的计划 苹果公司在推出生成式AI方面进展缓慢 落后正将生成式AI融入产品中的竞争对手 像是Microsoft和Alphabet旗下的Google等等企业 现在Apple的执行长Cook则指出 苹果看到了生成式AI具有难以置信的突破性潜力 那么要相信这是可以为用户在生产力 解决问题等方面开启变革性的一个机会 表示AI已经在苹果产品发挥了幕后作用 Cook也说在今年稍晚 它将会公布更多关于明确AI功能的消息 最后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在简短的在财经方面 美国的股市在昨天是小跌 所有的指数全部下滑 Dowjones是收在38,949.02 S&P500以5,069.76收盘 NASDAQ则收在15,947.74 而美国10年其的公债值利率 由礼拜二的4.314%降到了4.273% 另外在这里也看到就是关于比特币 在昨天的这个市场方面 现在可以看到比特币 现在已经占上了6万美元的这个关卡了 相当的不错 好 带着大家这是在今天 我们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杰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 这将是在国际方面的报道 好 朋友们在国际新闻 我们第一个呢先看到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对联邦议会的国情自文当中 他批评西方想要把俄罗斯拖进新的军备竞赛当中 他也略化战略和武力 已经处在保证可用的状态 不过也表示准备好和美国就战略稳定来对话 将俄罗斯3月15到17号要举行的总统大选 现年71岁的普丁已经掌权24年了 这次以独立候选人之资 他争取连任 渴望是压倒性的胜血 能够取得另外一个六年的任期 普丁在国情自文当中 也就乌克兰战争和能力和对西方关系的面向 对俄罗斯精英阶层提供最新的资讯 那么俄罗斯官方则以特别军事行动 来称呼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另外呢在这个尾巴方面呢 我们看到现在呢在美国方面 那么拜登政府则担心以色列准备地面入侵 里巴嫩 在高级官员和熟悉相关情资的人员 则说美国方面担心如果外交手段 没有办法把什叶派基本教育民兵真主党 逼出边境地区 那么以色列方面或者在这一个春末 或者是夏天的刚开始夏初 就会展开行动 过去多个月来 以色列和真主党天天都在朝对方发动致命的跨境空袭 成千上万的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居民是不得不逃离家园了 那么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也在日前 在前往以色列北部边境时 他就说真主党必须就去年10月7日以来的行为 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下边我们看法国的报道 法国参议院在昨天投票支持政府把堕胎的自由写入宪法 这项议案将会在法国两院国会特别会议当中投票表决 在美国最高法院在2022年推翻已经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堕胎权 允许各州禁止或限制堕胎后 现在法国总统马克宏在去年承诺把堕胎权写入宪法 堕胎权由1974年以来在法国就一直都是合法的 尽管遭到一些保守派议员的反对 但是法国参议院还是以267对50票的支持宪法改革 下议院国民议会在1月则是以压倒性多数投票 也赞成把堕胎定为有保障的自由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这是在里约的消息 巴西境内的Amazon雨林二月记录到将近3000起的森林大火 这也是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 在二月发生火灾最多的一个月 专家则说气候的变迁导致大火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增加 在巴西国家太空署就在昨天说 卫星二月到现在发现2940起大火 相较上一次的最高记录在2007年2月的相比高出了67% 更是在去年同期的四倍 Amazon雨林北部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 尤其是亚洛马米印第安保留地所在的地区 接着我们看日本三菱铅笔 在今天宣布它要收购德国高级钢笔公司雷米全部的股份 而雷米将会成为三菱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收购金额并没有透露 三菱创立于1887年 是日本第一家把铅笔工业生产化的公司 一直以来都秉持的最高品质 就是最好服务的作有名 那么现在呢 它表示放眼全球 三菱铅笔认为还是有扩大市场的空间 目前欧洲市场就是它重要的业务战略中心 而在德国的这个钢笔公司是1930年成立的拉米 主攻欧洲的中高价位原子币和钢笔的市场 藉由收购这家德国公司三菱铅笔 也能够补充目前比较不足的高价位商品的阵容 另外呢 也看到目前正在韩国访问的脸书 母公司Meta的执行长佐伯克 就在29号和韩国总统尹席瑞会面 根据转述两个人讨论了AI相关技术的发展合作 还有与三星合作的重要性 韩国总统办公室说 尹席瑞是在首尔龙山区的办公室接见祖伯克 两个人谈了大约30分钟 讨论人工智慧数位生态系的运景 Meta和韩国企业合作强化方案等等 祖伯克在谈话过程当中也提及 高度不稳定的局势下 高度依赖台积电可能会造成风险 他也指出三星电子作为晶圆代工大厂 在国际经济上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也认为与三星的合作是非常重要 好朋友们这是带给大家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朋友们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杰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让我们在这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我们再和朋友们一同关心 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第一个先看到在中国全国两会 三月初即将登场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今天召开会议 会中则讨论中国国务院所提出的 政府工作报告 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 讨论中国国务院准备提请 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说 今年的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 以进促稳先利后破 也指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发展新职生产力 也要深入实施科教新国的战略 同时要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 砸实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 接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现在预期在3月份访问澳洲 根据澳洲媒体报道 两国政府正在为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强的国事访问做准备 时间则可能会是在今年的年中 在现在澳洲要规划主办第七次 澳中外交及战略对话 在媒体则说 王毅会在3月下旬访问澳洲两天 他分别会拜会澳洲首都坎培拉及雪梨 这将会是王毅自2017年之后 首度访问澳洲 王毅结束了澳洲访问之后 将会转往纽西兰 与纽西兰外交部长皮特斯会展开会谈 另外中国全国民航工作会议 在今年初表示将会推进 中美直航航班大幅增加 而在今天中国民航局则宣布 由3月31号起 中美双方航空公司 共可盈域每个礼拜 100班定期客运航班 另外春节以来 中外国际客运航班 恢复到疫情前的 70.7%的这个水准了 在中国民航局 那么今天说 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副主任 在他表示 3月31号起 双方的航空公司 可以每个礼拜 营运100班的定期客运航班 那么也表示 目前中国国际定期客运航班 共通航64个国家 今年农历春节后 2月12到18号的一个礼拜 中外航空公司执行国际定期客运航班 已经达到5389班 恢复到疫情前的70.7%了 下边我们看到的 这是中国国家医保局 在日前公布了26家医药企业 严重及特别严重失信 其中有25家 都是因为送回扣等商业贿赂行为 而这也是中国官方 自去年7月开始 为期一年的医药反腐整治的 最新的动作 根据报道 26家医药企业被评为 特别严重和严重失信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则说 医药厂商的回扣金额 反映了这个药品价格虚高的程度 而这些钱最后 还是医保和民众承担了 本来不该有的负担 好 下边我们把焦点转到 和香港相关 第一个先看到 中共中央港澳办 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 夏宝龙完成了在香港的考察 分析则说 夏宝龙在基本法 23条立法咨询期间访问香港 但是没有高调谈及 23条立法以及政治 相信是为了避免 吓怕了港人和外资 去年港府公布 夏宝龙4月到香港考察时 已经提到了他会出席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那么在夏宝龙也提到 就是修例风波 这一场港版的颜色革命 虽然没有能够得逞 但这是香港历史上 永远抹不去的伤疤 与去年相比 这次夏宝龙在香港的行程 有多处的不同 到了香港 夏宝龙是了解香港的经济发展 地区治理的最新情况 那么夏宝龙这次并没有发表 公开讲话 即使是基本法 23条立法正在进行咨询 而受到经济变化的影响 港府税收大幅下降 年度赤字高达港币 1016亿 已经导致香港财政储备减少 如果下年度的开支和预期一样 在香港的财政储备 恐怕将会不足 受到去年经济状况影响 港府财政收入现在大减 去年4月到今年3月的财政年度中 收入只有港币5546亿 比原先预算大约少了13%了 那么在现在收入锐减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 香港政府在本年度的储备 那么以下一年度的开支 7769亿元来计算的话 是一点都是不充足的 最后看到深陷债务危机的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 碧桂元 遭到债权人 向香港法院提出清算申请 市场则担忧碧桂元 可能步上恒大的后尘 令本身就不振的 中国房地产市场和经济情势 会再度遭受重创 好朋友们这就是带给大家在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剑 下边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继续一同关心了 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李自立 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今天首先报道的是 欧洲议会全会通过针对欧盟 2023年度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 共同安全及防御政策的执行评估报告 内容指出 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 只有台湾民选的政府 可以在国际代表台湾人民 重申 台湾是欧盟在印太重要的关键伙伴 支持台湾国际参与 并关切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恫吓跟灰色地带活动 呼吁中国停止任何损及区域稳定的作为 鼓励欧盟会员国增加在台海自由航行的任务 对此外交部指出 欧洲议会过去两年来 已经通过了20多项有我议案 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关切台海情势 呼吁欧盟深化与我的合作关系 我国对此表示欢迎及感谢 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说 此外欧洲议会连续三年 组团来台访问 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 另外友邦土阿鲁新政府 公布了优先施政计划声明 支持与我国持续发展外交关系 外交部表示 台土建交45年来 邦宜历久弥新 两国在民主自由法治 普世价值的基础上 推动各项领域的合作计划 符合其施政方向 并且捕获土国历届政府跟各界的肯定 外交部指出 我国真是跟土阿鲁 亲如手足的特殊情谊 尤其对土国新政府选前选后 一再重申 坚定支持两国邦誼的立场 深表感谢 未来会持续的携手合作 共创两国人民的福祉 和印太区域的永续和平与繁荣 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说 双方均真是彼此友谊 未来也将在各个领域中持续强化合作 针对中国籍快艇翻覆案 海基会今天表示 已经二度发函海协会通报事件的相关情形 不过对方至今没有正式回函 根据该会的全责 在此事件扮演的角色 是提供人道关怀和相关文书的验证的协助 海基会副秘书长蔡孟军说 对于这起不幸的事件 本会向家属表达慰问跟关怀 在他们停留期间 也随时关注提供必要的协助 如果家属对于后续的文书验证的程序 需要了解或者有疑问的部分 我们也会及时提供咨询 以及相关的协助 体育洋将规划的议题进来引发关注 行政院院会今年通过国际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放宽外国高级专业人才 申请规划居留年限为连续两年 内政部表示 外籍篮球选手的规划可以使用 内政部次长吴唐安说 那也就是说只要两年每年都有183天 在我国有居留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经由审查 然后把它纳为我国的高专人才 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 我也知道最近很多包括 蓝鞋的部分也希望是说 吸引这些有些用高专人才的方式来进来 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 据我了解了 就是教育部这边大概有锁定的几个高专人才的话 都应该在今年年底前都可以符合在 我国境内居住两年以上 那应该都可以照规定来申请 然后成为我国的高专人才 以上 另外国际法的修法草案的其他重点包括 未来有特殊功勋于台湾的外国人或无国籍人 申请规划时免征国籍许可证书的规费 立法院八个常设委员会 今天举行赵伟的选举 在国民党团最后决定为礼让民众党团之下 蓝绿阵营各委员会中各拿下一席赵伟 而随着各委员会赵伟的底定之后 法案的排审将成为下一波朝野攻防的焦点 其中包括国会改革 不在籍投票 NCC人事案 中配入籍年限缩短议题 预料将会在内政司法交通委员会展开激烈的攻防 蓝白党团有共识拟推动中配入籍年限缩短为四年 引发增加健保财政负担 破坏国安的疑虑 对此国民党团书记长洪孟凯今天受访表示 任何配偶伴侣来到台湾 不管是中国或其他国家都是台湾的新住民 因此不应该存在双重的标准 党团已经将此案列为优先法案 会以最快的速度来提案 民众党团副总招黄珊珊也表示 住在台湾就是台湾人 应该同样的享受权利 这跟国安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今天则表示 中国配偶虽然入籍年限较长 但不用放弃原国籍 也享有外配所没有的一清福利 因此引发健保资源遭滥用的疑虑 如果蓝白阵营想要强行推动 民进党将权力阻挡 也呼吁社会扩大反制的力量 劳动部长许明春今天接受网络媒体专访时指出 目前劳保基金钱藏的债务高达11兆多元 上一次劳保精算报告也推估 劳保基金将在2028年用清 虽然危机不会立即发生 但劳保从2016年开始入不复出 去年的收支缺口就达到446亿元 所幸透过政府拨补550亿补足 再加上去年的劳保基金投资 大赚了1100亿元 让整体劳保基金顺差1200多亿 基金的水位也回到8700亿元 不过他也坦诚 政府的拨补不是长久之计 劳保势必还是要改革 而且三党要坐下来好好的谈 许明春说 但是就是要有一个对话的机制 对话的人是谁 机制是如何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 每个时空可能会不同的想法 这个我都觉得 但是这个是必须大家 对话 至少三党要坐下来 三党 好 至少要坐下来 立法院三党 对啊 大家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知道问题所在 主纪总处今天公布 112年全年经济成长率 下修0.09个百分点 只有1.31% 但是也预估了 113年的经济成长率 为3.43% 比112年的11月 所预测的3.35% 上修0.08个百分点 而且今年的成长率 呈现逐迹下滑的趋势 主纪长朱泽民说 是因为1.12的经济成长率 我们下修了 所以机器的影响 会影响这个 就是它下修了 所以机器比较低 所以今年的那个成长率 有略微的 叫原来的预估上修 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 电子签章法修正草案 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 今天下午举行记者会表示 数位签章等同于硬件证明 数位部正在和经济部 研议推动网络广告上架前 需要验证广告刊登者的 数位签章 如此便可以从源头 防堵诈骗 未来数位签章 也将推广到银行开户 贷款等个人金融服务上 让民众的生活更为便利 唐凤说 他以后再去刊登 这种投资诈骗的广告 他也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地去 再变出另外一个 自然人的身份来 他不可能再取得一个 硬件证明去说 我再做一个数位签章等等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很有效地 达到联防的这个效果 迎接AI浪潮 清华大学去年率先 全国各大学之先 为全校学生开设AI工作方 尝试将人文社会课程 结合深层式AI教学 今年二月新学期开始 人文社会科相关学院 将再开五门课程 希望引导主修中文 历史 教育 法律管理的学生 善用AI工具 开创AI新世代的研究与创新 清大教务长 乌永贤说 那我们希望 这个人文社会同学 可以通过AI的帮助 更能够凸显这方面特质 这些特质就包含了 这个思考文理社会的影响 发展批翻性的能力 或是更重要是 深化人机界面的这个设计 我们期望同学了解到 其实AI不是只有 资工系的同学的事情 也不是理工同学的事情 它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人文社会同学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可以是更加的发扬 自己独特的优势 所以我们认为 人文社会的同学 其实在这一波的AI浪潮 我们更不能缺席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提供给您的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把现场还给主持人 明天再会 最后建设讯息